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X数列跟等X极数 同学刚开始先分了清楚什么叫数列 什么叫做极数 同学什么叫数列呢 就是一群数排成一列 所以我们讲一讲写说 写说一群数有规律的排成一列 所以通常那个数都是有规律的 一群数都是有规则的把它排成一列 那如果没有规则那就叫乱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常的数列都是有规则的 那通常我们用AN来表示这个数列的第N项 这个N是属于这个Z上面加一个正号 代表的是正整数 当然N是代表第几项的意思 当然从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所以它一定是正的整数 再来 那数列基本上 如果我们把它概分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有限数列 另外一种就叫做无穷数列 那什么叫有限数列呢 就是这个数列可以写得完的 就叫有限数列 从A1 A2一直到AN AN叫做抹像 那无穷数列 无穷数列从A1 A2 A3一直到AN 你没发现AN后面还有很多点点点 对不对 这个就叫无穷数列 它是没完没了的数列 再来第二个我们来看所谓的极数 那什么叫极数呢 把数列每一项之间用加号连接 就叫做极数 在这个地方我们出现了 我们之前没有出现过的符号 就是这个符号叫做Sigma 那Sigma 我们先认识一下Sigma这个符号 Sigma这个符号告诉我们 Sigma它是加的意思 它说这个K呢 是从E 所以底下是开始的地方 K是从E到什么 到N 叫做AK 那这个符号到底代表什么 它是代表一群加的东西 被它收到这个符号里面来了 那这一群东西是什么呢 是叫做 名称叫做AK K是从E到N 所以这个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这个是一个加的东西 这个加的东西 K是从E开始 然后到K到2 然后K3 然后K等于4 E10加到K等于N 听得懂吗 好 这个叫做有限还无限 这个叫做有限的数列 它是一个有限的数列 为什么 因为它到DN下就停了 对不对 那底下这个叫无限 所以底下我们就把 有限跟无限区分了 区分开来 那这个就是有限的 那无限的是什么 无限的就是Sigma 跟老师看 K是从E开始 K等于1 K等于2 K等于3 这样 1到几呢 到无穷大 所以到无穷大 所以到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数列就叫做无穷数列 K从1 K从K等于2 K等于3 一直到K等于N 然后后面 无穷个 所以无穷个 所以它就是无穷数列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当然会介绍 有限向的数列 等差数列 等比数列 当然我们也会介绍 所谓的无穷数列 这个无穷数列 我们比较简单的两大数列 一个叫 无穷等比数列 跟所谓的对销的数列 所以接下来就跟老师 从习目里面 再把数列跟极数 这个Sigma的符号 再把它熟悉一下 同学第一个题目 就跟老师来练习一下 这个Sigma 我们一定要会去读它 一定要会去读它 我们要看得懂 这个符号的意思 我们才有办法 用这个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Sigma K从1到5 然后2K加1 那2K加1里面的K 是从1 K从2 K从1 2 3 4 一直加到5 把5全部加起来 从1到5全部加起来 所以跟老师来看 K用一代 同学K用一代 叫做2加1等3 加上K用2代 可以吗 K用2代 那就变5了 K用3代 那就变7了 K用4代 K用4代 就是9 K用5代 那就是11 K从1到5 所以K用1代 K用2代 K用3代 K用4代 K用5代 然后全部加起来 所以这个Sigma的符号 就代表这个意思 了解一下 他只要我们把它展开来 也就是说 跟老师一起熟练一下 这个Sigma的符号 第二小弟同学 应该可以自己做 K从1到4 所以K用1代 等于4 K用2代 K用2代 等于5 K用3代 K用3代 等于3加3等于6 K用4代 4代 4加3等于7 所以他这个级数 总共有4项 K用1 一直带到4 K用1代 K用4代 是这个 那当然K用1代 K用2代 K用3代 K用4代 对不对 好 这个Sigma的符号 认识完 继续跟老师看 第二个题目 我们如何把一个什么 Sigma的东西 有一点像什么 有一点像以前法师 受邀把一串的东西 全部收在一起 你们看到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代表一串的 例如说K从1到400 那代表什么 4加5加6加7加8 一直往后加 加到N用400代的时候 变403 所以它是一串 什么 一串极数 是不是一串极数 那一串极数 有的时候 这个像素实在太多了 很难写 所以我们会用Sigma 把它收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练习 如何把Sigma 用Sigma 把一串极数 把一串极数给收在Sigma 这个符号里面 同学看底下这个题目之前 先跟老师复习一下 我们国中有学过的一个东西 叫等差数列的DN像 同学等差数列的DN像 同学还记得吗 等差数列的DN像 当然老师等下会 把这个等差数列 从头讲一遍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用Sigma 必须要用到这样的观念 所以跟老师很快 掌握出这样的东西 等差数列的DN像 这是一个首项 公差是2 同学应该还记得 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首项是3 公差是2 首项是7 公差是3 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首项是25 公差是负5 对 那他DN像是谁呢 同学他DN像 应该还记得DN像的公式 叫DN像等于首项 加N-1乘以D 所以他的DN像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首项 加上N-1 乘以D 这个D就是2 所以我们整理完 就是2N加4 N用一代 N用二代 看到没有 N用三代 N用四代 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DN像 好 DN像 也叫做DK像 如果听不懂算DK像 那就是K-1 所以这个DK像 可以用来表示什么 可以用来表示 每一像 是每一像 K用一代 K用二代 K用三代 K用四代 我们要找到这个DK像 为什么呢 我们找到DK像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Sigma 这个工具 把它收服起来 那同学 接下来老师要讲 这个DK像 当然你可以用 所谓的等差 DN像的公式来带 同学也可以这样做 以后如果你碰到 它是一个等差的数列 或等差的极数 它的DK像 一定会等于什么 你知道吗 同学 教你一步把它写出来 DK像怎么写 DK像就是 同学你看这个 这个公差是几 它的公差是3 所以它DK像 它的DK像 一定是3K 你说那错了 DK像怎么会等于3K K用一代 应该要7 它怎么 K用一代等于3 所以DK像 它不会等于3K 但是它一定等于3K 加一个数 或者是减一个数 到底是加多少 减多少 看第一项就知道了 同学 K用一代 应该等于7 所以后面要加4 K用二代 是3 K用三代 是3 有没有看到 好 再来一次 这个等差的DK像怎么算 DK像 第一个 先找到它的公差 它的公差会等于 负5 所以它是负5K 同学 K用一代 应该要等于25 所以后面要写 加30 这样子 K用一代 就是25 K用二代 就是20 K用三代 就是15 K用四代 就是20 这样听得懂 意思吗 所以以后等差数列的DK像 老师就直接写 它会等于公差乘以K 再加一个数 或者是减一个数 加多少 或减多少 只要K用一代 就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